海巡署東區巡防局特別舉辦台東區服務座談會 會中頒發獎狀給予優良漁民 座談會當中也由東巡局局長許激林主持 邀請了中央地方民意代表參與 議長姚慶林也特別參加 很近一年又過去了 我去去今年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辦這個活動 那海巡署在辦這十年會 共見的有我們的最重要的國立 第一就是我們感謝過去一年中間 我們移民對我們的支持到愛好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我們是最少這個機會 可以聽聽我們移民朋友 對於我們海巡署有什麼意見 還是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 是否會用我們做的改進 各位台南鄉親在民兵友台北 歡迎收看伊朗爺開示示範 在會中播放了宣導等片 也與移民共同的否認 開關你的問題 減輕生命在生日出台 如果是非洲公盟他們 海巡署要做需要的地方 海巡署又陸易 我會想跟rsete 基本上他不懂 他不懂你都來看 就職位 你都來看 我去抓起來 你都不懂 我都不懂 怎麼自己回答 聽說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的訴求 我們管理會可以合作的所在 其實這很多 聽說都是執行單位 如果不是管政府就是 是我們執行單位 所以我們機會在這裡 是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 第八一暗巡大隊大隊長表示 藉由這次的座談會 聽取與有的心聲 可以達到雙向溝通的目的 期望能夠結合地方資源 大家共同協力打擊海域犯罪 燈臺宣布溫格的采訪報導